今日之點 一齊知知 全世界都很掛念的特朗普 美國前總統 侵侵特朗普 宣佈參加2024年總統大選 小編等這天 等到頸都長呀 懂得小編的人都知道 我一直最支持侵侵 原因很多 最重要就是 侵侵自大 狂妄 野蠻 霸道 臉皮整齊口 又喜歡派交 他和美國真是perfect match 至於拜登 Sorry 不行 拜登雖然都是很陰濕卑鄙 符合美國人切 但他的pacing真是太慢 慢到一個點 不適合現代美國的 沒錯 在美國總期選舉 不少侵侵支持的候選人都打了柴 有很多笨仔覺得 侵侵大勢已去 侵侵不會理你那麼多 繼續自我感覺良好 按計劃宣佈選總統 這些就是自信咯 大家回憶一下 侵侵做總統這麼久 雖然美國帶給世界很多不幸 但起碼 侵侵憑實力帶了不少歡樂給大家 令美國新聞好看過娛樂新聞多多聲 每天看著美國的 精英政客和侵侵在互片 小編真是很懷念這些good old days 到了拜登做總統 美國依然都是這麼霸道的夜晚 可惜了 拜登看起來實在太過外蒙了 只是立即在說錯話 叫錯名和睏眼粉 一點風采都沒有 搞到美國政治新聞滿都糾塞 兩個總統反正都是衰格的 當然是先支持侵侵 起碼好玩很多 小編當然不會告訴你 侵侵煽動雲水對美國的破壞力很大 得罪了全世界 搞到美國沒有錢沒有面子又沒有朋友 送了一大個機遇期給中國 所以中國人最喜歡就是侵侵做總統 絕對沒有這樣的事 侵侵是最偉大的總統 這些全部都是fake news 千萬不要當真 侵侵睡了兩年幾三年 再次抱頭宣總統 很明顯就是在等一個機會 要爭回那個口氣 距離美國總統大選還有兩年 這兩年呢 地球人肯定不會悶親 留明等體侵侵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喜歡我們影片的朋友 記得留言讚好分享出去 支持和訂閱HKG報頻道 按這個小鐘仔 那就不會錯過我們任何一條新片